朋友们好 今天来看一下白鸽的小幼崽的语色 搞笑了啊 越是在乎的东西越容易失去 两颗蛋出了一颗 有的朋友说是洗澡洗的 它确实洗澡了 弄得这里面都是水 现在没有啊 就是之前复旦的时候 看小幼崽 这又可能是一个小雨点了 没有白色的气息 这个羽毛怎么长成这样 这个羽毛太薄了吧 真的假的 是被啥吃了呗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羽毛很薄灰 我拿一个对比一下 这个是白带 拿上来 白鸽太紧张了 咕咕叫 带脚环了吗 带了 出来一个 你看这个毛 还齐刘海 有没有发现这个小鸽子嘴巴上 这个就好像是一厘米一样的 总鸽想喂它的时候就说这个一厘米 这边你看是白的 这边对秤脸 这边对秤脸 我们现在去找别的小鸽子 差不多 相鸽灵相大小差不多的 这两个喂一个是真的 我去 给它喂的撞的不得了 这边也可以啊 看 十七号龙 给它对比一下 别说真的没注意过 这个也是这样 那就不为奇了 也是一样 我以为只有它那样的 我说那个就是另类了 两个小鸽子嘛 它翅膀它不会往外翻 刚才这个有点往外翻了 朋友们看到没有 一直的话你看 它往外翻一点 这时候我们要找个东西啊 给它矫正一下 不矫正的话 后期的话 翅膀会往外翻 我去找个东西 要不把这个壶拿过去吧 这个是茶叶罐 这也都是茶具 没有别的东西了 就这个壶我感觉最合适 像我这边是没有鹅蛋的 要是有鹅蛋 给它放个鹅蛋进去就好了 这个窝也大 主要的就是挡它一下 看到没有朋友们 为什么说两个小鸽子的 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呢 总哥这样也会去附的 你看它两个那就不会 它扭过来扭过去 它两个都是互相 然后挤着彼此的翅膀呢 这样它就不会外翻 你看 就一个的话 你看这样它也挤住了 你别说我还有点担心啊 母哥都进去了 那不怕 好 挺好 看这样挤一下 回头它再掉个头再挤回来 两边的翅膀等长长就好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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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